各位师父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今天是苗董楞言一千日的第八百五十六天 也是第二次的大灾问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男性和女性 要如何运用各自性别的特点来实现自我的成长 那男性和女性呢 它的特点确实存在着差异 女生呢通常比较柔软 在情感上的表达和社交能力上较为敏感 善于建立深厚的人脉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 更愿意分享困难跟提出建议 那男生呢 他在体型上往往是比较强壮的 在解决问题和逻辑思考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上可能相对的比较内敛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提升呢 男性跟女性在各个领域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女生在职场上展现出强大的能力 同时男生也开始积极参与家庭和育儿的责任 这种角色的互动跟调整 可以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更多的成长 那么佛陀呢 是怎么来引导他的弟子呢 我们请尖辉法师为大家开示 好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总论言大哉问第二堂课 今天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就是男性和女性要如何运用各自性别的特点 来实现自我成长 那这个呢会牵涉到 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定义 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男性 为什么又变成女性 那如果我知道自己的性别的认同 那我到底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呢 有很多人说啊 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释迦牟尼佛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诸佛菩萨如果要成佛 是男人比较容易成佛还是女人比较容易成佛呢 所以啊我们就回到呢在愣言经里面 其实我们要谈到什么 就是人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我们回到呢 在六祖跟五祖见面的那一瞬间啊 红忍大师就提了一个问题 五祖见到千里迢迢来拜访他的六祖 这个惠男 惠男是领男的侨夫 他的出身卑微 他的技能非常欠缺 他自己呢 本身长得又矮又小又瘦 那他在岭南地方长大 没有接受教育 也没有任何的背景 那么五祖他怎么会认出 他就是他的接班人呢 五祖大师啊就问 入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男回答 弟子是领男新州百姓 远来礼师 唯求做佛 不求余物 惠男回答 五祖 他说我是领男来的 那来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成佛 我要做佛 什么都不求 那五祖有没有马上很开心的 就收他为徒 然后呢就教他大法呢 并没有 五祖呢就说 辱是领男人 又是葛辽 若为堪作佛 你是领男人啊 你又是一个粗鄙的野人 你凭什么来作佛呢 这句很伤人 不应该从一个一代大师的手口中说出 可是为什么五祖要当面给六祖难堪呢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公案 在楞严经里啊 我们也面临了这个问题 阿南 他是一个男子 摩登前女 他是一个女人 男子学法比较好学 还是女人学法比较容易呢 在佛门当中 常常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故事 或者是很多的想法 就是女人业障比较重 他跟男人比起来呢 少修五百年 或者是五百世 反正不知道 就是比较差了 那有些时候呢 感觉好像 现在在很多道场 怎么都是女生啊 男生很少啊 那也都是老人啊 年轻人很少啊 所以佛教就被标签成一个老人的宗教 或者是女人来学法 他总是很卑微 我们呢 就是比较差 我们没有办法有所成长 所以我就只能好好的认分来看清自己的角色 这个在古时候呢 的确呢 也有这种社会背景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在提倡 女男平等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要着重在男人跟女人呢 那你就会落入了一般世间的思维模式 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依据自己的想法 来评判自我的价值 那么我们有没有不小心 就掉入了这种陷阱当中呢 所以五祖呢给六祖一个这样子的陷阱 那我们来看六祖啊 他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的回家了 反而他回了一句话 他说啊 人有南北的确是有差别 但是请问大师 佛性有何差别 所以从这句话呢 就回答出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正确的思想 在佛法里面啊 我们谈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有一个摄影师 他拍摄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小孩 年龄都是八岁跟九岁 他请这些小朋友展示他最喜欢的玩具 所以他做了一个拍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各地的孩子啊 他拥有的条件 以及他的喜好 或者是他成长的背景 的确是大有不同 有的是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长大 有的是在一个很贫穷的环境长大 有的呢 自我感非常的良好 信心满满 有的呢 却又觉得自己好像啊 有一点自卑 比别人还要差 这一个心理呢 就会影响将来长大的时候 面对各种环境啊 所产生的反应 佛陀问的阿难 他说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用诸妄想啊 那这个妄想呢 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背景 有这种预见 有这样子的思想 乃至于产生了这种行为之后呢 交接而成一个结果 暂时性的结果 我们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是有因有缘的 所以佛陀呢 让阿难去找自己的心 使辱流转 心目为咎 无今问辱 心与目 今何所在 所以从这一句呢 就开始问了阿难的心 阿难在七处真心当中呢 找来找去 找不到自己的心 最后呢 他放弃了 他说佛陀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我的心 最适合修什么法门 我的心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佛陀呢 举出了他的拳头 就问阿难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拳头啊 阿难说有啊 你看到了什么 阿难说 佛陀呢 举了一只这个手臂 那这个手臂啊 非常的光明 那这个是阿难的答案啊 佛陀问阿难谁见呢 阿难说 我见啊 我的心跟我的眼睛看见啊 佛陀说 那你的心是什么呢 阿难说 我的心啊 推穷寻足 以能推者 我将为心啊 这个能够思考的 我思固我在 这个心呢 就是我 我的心就是这样子 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啊 佛陀说 堕此非如心 这不是你的心啊 所以呢 阿难啊 很紧张啊 他说 如果这个不是我的心 请问 那 这是什么 此非我心 当明何等 佛陀讲的啊 这个叫做 虔诚 虚妄 相像 由于 我们不知道 它是虚妄的 所以我们把自己成长的背景 所累积下来的思想 当成是真实 那就像我们说 我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生男生女到底怎样比较好 有些人说男生女生都一样好 但是有些人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人 能够得到一个女子 是不是 所以呢 啊你怀孕了 你生谁啊 你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如果是男的 就说 哦 恭喜 真好 真孙 如果是女的呢 就说 其实女孩子也很好啦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你的心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分别 我们是女人 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比较辛苦 你们是男人 你们男众就要怎么样 在稻草里面也常常这样 很多事情啊 这个出活 哎呀 有没有男人啊 哦 是不是 这些都是男生要来搬的啊 哦 是不是 啊 你殊不知啊 男生的力气不是比较大哦 他只是被角色限制 他必须要成为大力士啊 哦 那我们自己啊 就要去想到 如果我要成长 你如果被这个虔诚虚妄想象迷惑了 那你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呢 由于你的性别 由于你的背景 由于你的条件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要成佛 你什么时候才要自我实现 你什么时候才要好好的看待自己是个人这件事情呢 所以佛陀说啊 前程虚妄想想会让我们认贼为子 而让自己失辱圆肠 故受轮转 我们就会一直迷惑下去 所以前程想想是什么呢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对色身相畏触法 他会产生的掩饰 他会产生的掩饰 而是鼻舌舌身身意 这眼前啊 所有接触的一切都是属于前程 那这个前程呢 就产生了一个想 由这个想呢 我们会有什么看法 有感受 有不同的论断 有不同的产生一个角度跟观点 那这个就是虚妄的 因为同一个景 同一个情 同一种虚妄的这种现象 那每一个人为什么叫做虚妄 因为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你看到的什么 这张图呢 同一张图 同一个境界 你看到的是 有的是六角形 有的是六个三角形 有的是六个平行四边形 有的是一个正立方体 有的呢 就是六个零形 六个梯形 你到底要听谁的呢 谁的才是对的呢 如果你是对的 难道另外一个答案是错的吗 如果你不确定哪一个答案是对的 那你要填哪一个答案 才能够符合现在的需求呢 那才会得到一百分呢 我们总是在想自己到底最适合什么工作 自己到底最适合哪一种专业 自己又最喜欢哪一种法门 自己又应该要在哪一个道场学法 所以谁对谁错这件事情 常常依据的是我们既有的经验 但是我们既有的经验当中 难道完全都没有限制自我成长吗 其实常常呢 就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虔诚 所以有一个人在跑步 他遇到了一个黑人 这黑人呢 开着车 看到有一个胖子在路边 二话不说 他就把他的车子给推走了 他认为他做了一个大善事 但是他不想要被道谢 所以推完了 路见不平 就推车相助 然后他就跑了 跑了之后呢 这个胖子啊 本来是无端的在路边啊 只是在做运动 结果呢 不小心啊 就掉了一台车 这台车呢 还是一个不知名的人士 是不是嫉妒他的车 而把他推下去呢 不得而知 因为这一个黑人啊 的确 他就是已经把他的车子给推下去了 而且还得意洋洋的 开着车就走了 请问黑人看到什么 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像 一个胖子正在推车 可是事实并不是真的 他在推车 而只是在做运动而已啊 你说发生的这种事情 看起来是一场笑话 可是我们在生活中 又有多少无数的笑话产生呢 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一点都不好笑 但是我们被什么误导了呢 其实我们就是被 自己自以为是的 像想 然后呢 被他迷惑了 所以任贼为止啊 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问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要怎么回答他呢 男性想不想自我成长 女性要不要自我成长呢 那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啊 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的人他的特质是男女混合啊 有些人呢 具有柔情的一面 也有具有刚强的一面 所以到底怎样才能够定义一个人叫做男 叫做女呢 就像一开始师父问大家的 观世音菩萨是男人做比较像 还是女人做比较像呢 其实菩萨他不管是什么像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离苦得乐 如果能够让一个人成长 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的老师是男重还是女重 你的师父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遇到的菩萨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 其实都能够成长 只要你愿意成长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跳脱出 我们自我的设限 前程虚妄想想的一个非常好的思维 以上是简单的回答 感恩师父 刚刚师父有讲到观世音菩萨 确实我以前也是一直以为 观世音菩萨长得这么庄严 应该就是女像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没有女像跟男像之分 那我们在道场中呢 我们也是统一称 各位居士都是称为师兄嘛 那应该也是要打破这个框框 但是在男生跟女生方面呢 我们很容易就会掉入 之前虔诚的一种象象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邀请了两位的羽谈人 那是一位是营养师的明云 跟一位正心师兄 那那个首先呢 那我们就先请明云 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提问 好 无名陀佛 师父好 我是明云 就是 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 我就想到 有一句话叫做 男生来自于火星 女生来自于金星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 从小就是 人格特质本来就不一样 那不只是在个性上 就包含在喜欢的东西跟压力释放 男生就在喜欢吃的东西 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 男生女生喜欢吃甜品 所以男生在释放压力的时候 通常都会想说 我们就是 好朋友约一约 然后就是喝两杯 然后喜欢就是吹嘘自己 这是他们释放压力的方式 那女生呢 就会 闺蜜们大家一起约一约啊 然后喝下午茶 聊是非啊 然后甚至抱怨一下家里的老公等等 这是女生释放压力的方式 所以女生其实天生的特质 就会比较温柔一点 就是女生都是妈妈们 爸爸们的小棉袄嘛 那小孩子就很塞 然后生到女儿就是很贴心这样子 但随着年龄的长大之后 我们就发现 因为现代的女性变得 我们要在职场上啊 工作上其实是为了要 争一口气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 职场上我们也想赢啊 如果今天我已经到高位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需要去 管下面的那个男性的部署 然后就会觉得 我需要讲话再更大声 我需要再更强势一些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在家里也是啊 我要赢老公嘛 老公不可以压在我上面啊 所以就是变成那个柔软 没有不见了 然后强势就变得出来 像我自己就是住在男生宿舍 我有两个儿子 然后呢小时候管他们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是 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压小孩 我是妈你要听我的 后来就发现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 因为你压他 他男生其实就是好胜嘛 那你压我他就会更生气 所以常常会很火爆 火爆到就是那个妈妈在大声骂人的时候 儿子那个书就丢过来 就很生气 他是反抗你的 后来再慢慢长大之后 就小孩子长大就发现 这样子不行 因为这样子两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后来其实我就想到了 其实一个故事就是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到底是北风让旅行者的衣服脱掉了 还是太阳让旅行者的衣服脱掉了 我就想到了这个 所以如果女生的柔软再加上了慈悲 其实就很像温暖的太阳 那我相信如果女生的柔软加慈悲 就是不只是你要把她衣服脱掉 你应该要跟她要什么都可以要得到 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就会觉得说 关心菩萨的慈悲 就是我觉得女生是很好学习的地方 那以上温柔加慈悲 是我还在努力的方向 那也跟大家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善知识 就是我姐姐 就是我在刚开始学习博法的时候 我每次遇到生气的事情 我就会回来跟姐姐抱怨 那姐姐会听我抱怨完之后呢 就会默默的回我说 如果今天你是菩萨 你会怎么做 那顿时所有的火就灭掉了 因为知道菩萨不会生气 菩萨不会挑剔 然后菩萨不会抱怨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就很想问 就是想提问 那个监灰师傅就说 因为啊 其实佛陀都很强调 众生平等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在戒律上啊 男生 比丘跟比丘尼的戒律 就会不一样 到底是 就是女生真的就是比较弱吗 还是在那时候的印度 其实是重男其女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 才会出现这样子的差异 谢谢师傅 谢谢师兄 非常好 谢谢明云 可能是在为自己将来 要成为比丘尼而做准备 我们知道呢 这个比丘戒有250条 比丘尼戒有348条 多了将近100条的戒 到底在戒什么 好像对于女生的 这个规范比较多 那我们仔细的看了之后呢 其实是因为 当时的印度的社会啊 来自于到现在也是啊 其实有一些环境 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呢 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条件 就是比较不安全 就是社会的认知 那过去这个社会 对于女性这个角色 有很多的设定了 那当然呢 在印度那个时代呢 它不是只有对男性跟女性 对于这个社会的阶级 种姓制度啊 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割 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种族的 你是哪一种阶级的 你就要按照你阶级所赋予的角色 来过日子 那对于男性跟女性呢 这个社会角色也是非常的明确 那佛陀呢 当时啊 要接收女性为弟子的时候呢 当然也会面临这个社会的背景的思考 那但是最终呢 佛陀还是成就了 让女性出家来修行 而且也有很多女性弟子呢 正道阿鲁汉 那这个正道 成道正果 这个机会是平等的 成佛也是平等的 这是佛陀给予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宣告 众生是平等 可是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不平等 我们连自己自我的认知都不平等 你怎么去信仰佛法呢 所以佛陀的戒律当中呢 有很多的戒律是在保护 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个角色的认定当中 所产生的偏差偏执 旗见 那甚至于危险 所以她的戒律啊 写的多了一点 就是让我们不要进入那个危险的边缘 譬如说你不要单独闹单 因为当时的环境啊 很危险 也许有的人看到一个女子闹单 直觉的就会去侵犯她 或者是她会落入了一种人的一种耳语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看起来表面上好像佛陀很多的管教 但是呢 其实佛陀在保护我们这个角色 乃至于出家人 为什么要持这么多的戒 不是只有男众女众的问题 是整个出家的僧团啊 戒律一大堆好几百条 那这好几百条是要做什么呢 是要约束出家人吗 不是 是要保护出家人 所以从这佛陀智界的这个角度 跟他的初心动机来讲 他要让我们有一个清静安定的修行生活 然后让我们心无旁骛的去修道成道正果 那这条路呢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 这个当时啊 并没有允许或者是支持 乃至于大量的人 这主流意识呢 并没有很理解这样子的修行人 所以佛陀呢 开创了这个佛教 在倡议 世间的一切众生平等 不只是人的平等 还是一切六道众生的平等 这个其实是史无前例啊 没有人是可以这样一眼 从佛性的角度来看到平等 所以回到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啊 其实我们的观点呢 都是随着当时的背景 乃至于我们现在的想法 也是因为现在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长辈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教育系统 乃至于社会的认知 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所以呢 当我们在面对佛陀的教法的时候 你就会有所冲击 跟有所自我的思考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看起来表象上是有差别 可是事实上的本质上呢 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他包括男人 也包括女人 包括人 也包括鬼 也包括六道众生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但是回到社会生活呢 大家都有不同的分工 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专长特质 所以老板是男的或女的不重要 而是他的领导风格 是否可以涉受人心 所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角色不同 只要大家认同 只要这件事情可以完成 只要能够帮助到一切社会的前进 只要能够自己自我成长 那么不管是什么角色 都是很好的角色 如果在这个角色当中产生了冲突 而没有办法善用自己角色的优点 或者是自己人格当中的特质 或是这个社会的环境 那你只是白白的拥有这种天分 却抱点天物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成长的话 什么环境都可以成长 什么条件都可以成长 好 谢谢明云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谢谢师傅 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说 来道场学习的都是女众 然后远远大于男众 我在想是不是女生呢 她比较早就有所觉悟呢 那能够来道场学习的 我觉得都是有智慧的师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正心师兄来提问 还是分享 那个我只剩两分钟就分享 那这个题目真的很有趣 那刚刚师傅也解释 我完全能够认懂 其实 这个自我常常应该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工作 一个是在家庭 对我自己来讲 在工作上 坦白说 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工作历历里面 我被拔夺提拔的 提拔我的人 比如说是女性的主持 那当我弟当老板的时候 我不要说赤底下 就是说我反而 口下的那些好的干部也都是女性 但其实自我成长一个点是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去扮演 怎么依照大环境的角度去做 适度的角色跟责任的调整 那最重要是要尽心尽责尽力 那第二个方面是属于家庭部份 其实这是一个功课 家庭是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伙伴 你既然找了一个同修 那你就必须跟他学会相处 工作职场上或许因为职场的改变 工作环境的改变 你的对应都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反而觉得自我成长 在家里是一个很大门的功课 就刚刚 刚刚是不是在过的时候 我也接近了去省思 那以来性来讲 我们常犯了一个错误是 我们容易把工作上的角色 带回家庭 常常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稻草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女众 男众比较少 那我也认读生人所说的 其实我也感受到 女性的自觉 把工作给男性大 那大部分男性在工作市场 放太多量 保留在家庭的产场 需要持续的工作 我自己也是这样 那我想说 透过今天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两个 短短两个 两分钟里面 我分享我自己的 跟刚刚分享 那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振兴是因为通通都是女众 所以你必须要表现出 千千君子的风范 是吗 你都没有什么 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其实是调整 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强势 但是进到职场上 把人要抽回来 因为我上面很多的主管 女生的主管 其实比我更强势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 真的 我在职场上常常碰到 这女性主管 很厉害很强势 我出去比较不礼貌 其实我碰到就会 吃个头发的感觉 就说真的好厉害 好强势 其实每一件事是在学习 不是因为她是女性 或是男性 如果我今天有个怪 说因为她是女生 反而是错误的 因为确实在红蓝女士 有说过一件事 男生跟女生脑袋是不一样的 他的连结 女生 女性的脑袋 的神经连结 是主要的男生反而 所以我从职场上的训练是 跟着女性主管 你会学到系列 学到在男性思维上的不足 那反过来看 当我是变成主管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训练 我把人跟底下的女下屠的互动 我能够掌握到一些脑袋 所以刚刚提到自我承论 应该是说 在成长度上 在工作上 你不断去学习 因为这个题目定调是男性有理性 所以我才特地强调说 如果你遇到女性的 不管是否或是否 其实这点是很重要 不要因为性别 去限制你的生意 每一个人在那种场上 他能够爬上去 一定有他的能量 那可是我刚刚提到是说 如果找回到家里 我把它变成一个白痴 但家里部分真的是一无事故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自我成长里面 如果在家庭对他们 变成无效的调整 因为男性很容易 把那个工作角度 我自己都认为 所以我分享这个 是因为这个题目设定 这边要提醒一下 郑鑫师兄 刚刚师父有说 你刚刚讲的很多 都是所谓的虔诚虚妄相想 然后不应该 现在这种虚妄的 哪一项跟底下大众 是没有错 其实刚刚师父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糟糕 我今天怎么分享 因为我讲一大堆都是 对师父讲的时候 哇那这都没题目了 但是我已经说 因为这个题目在讲座里面 真的没有性别之差异 而是你在不管家庭或工作上 最重要的是 你的角色扮演要很清楚 你要知道那当下你是谁 应该做什么搭配 或许会平均一点 这刚刚师父上课的时候 我完全刚刚那个主持人 你说的没有错 我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发展 但是是真的 过去都要罢我的 很大部分都是女性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真的 谢谢 谢谢 嗯